大哥 你就是剩那边鸭 就是吗 很多的我看 现在劝你养法 干嘛了 不要说了亏了 这是我们养鸭的地方 真别说了 就剩这么几只鸭了 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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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养鸭的地方有问题啊 王雪 不然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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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问题 是 有人叫他不要投资 投资就麻烦了 那一群狗 你们看 现在的狗全部放 我都叫你我外开 就像这些了 这些都是 命大了 没有死到 但是脑筋也是烧坏的 也是挺难养的 行不行 要不要我过去 你自己过来搞了 这个我就不懂了 过来过来 拉过你那里一点 小张 你敢不敢养鸭 我都没有技术 没技术不敢养啊 又扎起来扎起来扎起来 养鸭没有技术不成的 肯定啊 有很多技术 这个 总结的经验呢 就是这些鸭子没有打到疫苗 就是很小只就拿回来养了 没有打到疫苗了 所以 一欧白死 欧白死的话呢 哎 反正看了就是挺心寒的 这家只剩一两百 一百多 两百都不够 好的之前叫小林他们没有投资哦 投资到亏死了哦 要找我算账哦 所以啊 家有千斤 有毛不算 他赚了 哎 丢掉 你丢掉 哎 出了个咖啡 来 帮你 哎 那边来把我烧到天了 所以我们说了 家有千斤有毛不算就这样了 咱们有毛的就是不算的 不管你家里有多少钱 对不对 我发亮色 啊 真是为难啊 现在 搞得啊 亏了六七万在这里了 哎 三天时间 亏了七万 大家说怎么办啊 亏了连底裤都没有 还敢养哦 你说啊 应该不敢养了 再养了就麻烦了 可以养了 啊 有经验呢 要怕再亏一斗就麻烦了 你们俩 我怕了 有几下 尝试